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亚K5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凭借着抢眼的外观 不错的性价比迅速地获得了很多经济试用栏的青睐 也在中型车市场取得了它的地位 所以奇亚K5曾经的辉煌是没有人能否定的 但是这几年韩系车下滑的事实又摆在了面前 所以K5在比竞争对手换代晚的前提下 它真的要做到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次看到全新一代K5的实车 我认为眼前一亮显然是做到了 瞧瞧这个性的前脸 这溜背的身段 应该能够吸引现在年轻的消费者 全新一代K5它虎啸式的中网 进化的更加的立体了 特别是从侧面看的时候 还有这种泪凹的感觉 然后整体也会变得更宽的 与两侧的大灯还有一定的融合 同时大灯的设计我觉得也非常的有个性 由四颗LED光源组成 然后这个看似不规则的日间行车灯 其实是用到的心跳的心率线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接着就是下包围与下进气格三 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的激进和运动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 国产版车型会在下包围有一定的改动 两侧的进气孔尺寸会更小 同时整体的造型和风格会显得更加时尚 俊朗一些 来到侧面 牛背的造型真的看上去会更加的优雅和更加的运动 这也是目前很主流的一种设计方式 同时双色五幅的轮圈风格也是运动的风格 然后规格为235 45 28 同时我们这台副驾车匹配的是贝赖里的P0轮胎 当然来到侧面我需要重点说的是它的车身尺寸 因为相比老款它是更长更宽也会更低矮了 轴距就达到了2850毫米 这还只是这台韩版的车型 因为进入国内之后 国产版的车型还会加长和加长轴距 车长会增加75毫米 轴距会增加50毫米 所以轴距能够达到2900毫米 所以未来国产版的全新代K5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就是它够大 后45度永远是6倍说行 最佳的一个角度在这里呢 有个细节又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从A柱滑过车顶一直到尾箱盖上面的这条杜隔式条 它其实是连贯包围的 所以它再一次强调了6倍的姿态和短车尾的感觉 不过来到车尾呢 我觉得最抢眼的依旧是贯穿式的尾灯 特别是在点亮之后 但是又有点呢需要强调了 因为国产版的车型呢 巨蜥会取消掉贯穿式尾灯中间的点亮部分 同时下包围呢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如果你选择高配版的高动力版的国产版车型 它甚至会给你提供双边共四出的排气 做进车类相比外观给到你的那种兴奋呢 我觉得车类给你的呢还是会更轻松一点 因为横屏数值的布局呢 显然也是那种简约时尚的基调 可以看到呢前方两块屏幕呢 则是迎合了当下的潮流 不过这台韩版车型呢 只是一个12.3英寸的仪表 加上一个10.25英寸的车机屏幕 而国产版车型呢会搭载两块12.3英寸的一体式双屏 所以看上去呢应该效果会比这个更好 以我们这台韩版车型为例 它的仪表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显示不一样的显示主题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你打转向灯的时候 旁边的摄像头提供的盲区显示的这个画面呢 会显示在相应的一个两侧的这个圆圈里看上去呢 显示的质感也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就是中间的车机系统呢 海外版 韩版 它的采用的是一个黑色的底 然后很简约的图标 整个UI设计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档次感 也很简约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不过进入国内之后 国产版车型肯定是不一样的车机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 然后呢就是方向盘也是新的样式 平底 三幅 然后两侧多工的按键呢还是比较顺手比较大 后方还提供了两个换挡摸片 所以这个手感呢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中间向下呢就是空调面板区呢 采用了触摸式的设计 看上去挺简洁的 打开下方有一个较大的储物格 还有两个USB的充电接口 然后后方是两个杯架 这个呢国产版也会增加一个滑拉的盖板 然后它看上去呢也会更加的统一 更加的简洁 而旁边就是这次全新一代K5呢 一个重点的变化 换挡变成了这种旋钮式的换挡机构 然后后边是一些按键 然后驾驶模式的旋钮呢 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同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前排座椅都支持 座椅加热和最通风 还有方向盘的加热 所以以这台韩版硕形来看的话 这方面的配置呢真的是挺不错的 而在后呢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 这里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区域 当然你即便不用手机无线充电 把这个支架拿出来呢 就会变成一个较深的储物格 所以这些细节 我觉得这台全新一代的K5呢 做的还真的是挺到位的 而说到细节呢 还有两个小地方呢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抬头 这里 它其实预留了一个高速公路 一个通行卡的卡槽 这个韩版硕形呢叫做High Pass 如果国产硕形能够把它做成 一个ETC的一个预留卡槽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小配置了 因为现在都在大力的推广 ETC嘛 然后第二个贴心的配置小细节呢 就是门板上方这个小的凸起很圆润 其实有一点像一个小的拉手的一个感觉 因为除了传统后方这个拉手呢 这里有个小的地方呢 就会让你开关门更加的便利 因为你不用把手向后这样很别流 所以你轻轻的拉着这个小黑的地方 就能关上门 而且四个门都有这样的一个小贴心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不错的 关于前排储物空间 其实中控台已经看出了不错的实用性 另外扶手箱也足够大 门板储物表现也不错 然后前排座椅以宽大舒适为主 填充较柔软 皮质与缝线也很显挡次感 来到后排宽大内凹的后排座椅呢 一样给你提供了不错的舒适性 而且相比现款K5 全新代K5它的后排座椅呢 它的长度是有增加的 所以对腿的承托会更好 这一点呢是值得表扬的 然后整个后排座椅的配备也足够 全面三个头枕 然后中间有一个较大的扶手 当然作为中型车 向前后排空调出风口少不了 然后下方也有USB的充电接口 同时在副驾驶位呢 也提供了老板按键 还有呢我们这台车呢 它的整个后排呢 也提供了座椅加热 而其次就是整个后排的中间地台 凸起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有一定的影响 而最后就是乘坐空间了 以我为例 个子比较小 头部 四指 然后腿部呢 就是两拳多出去不少 当然还有个重点呢 就是国产版本 它的轴距 我之前说过要增加50毫米 所以国产版车型 后排应该会更给你 而对于我这种小个子 那真的就比较夸张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全新一代K5的后备箱方面 中间开关 一按就能打开 当然是没有配备电动关闭的 然后作为一台溜背车型呢 它的开口固然会稍稍小一点点 但是内部的空间呢 是足够大的 而且可以看到是足够工整的 不过这台韩版的车型 它的后排座椅呢 是不能支持放倒的 所以这点呢 希望国产版车型呢 有所改变 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呢 需要挑剔下的 就是它的尾箱盖的 内部是没有一个内抠的 所以关闭起来了 会稍稍的 麻烦一点点 好了 将这台全新一代的K5开起来 毕竟我们这台呢 是一个韩版车型 所以只能进行一个场地的射加体验 先说一下 韩版车型它的动力配置 这台呢 是1.6T加8AT的动力组合 而且这台1.6T发动机呢 是一个新的发动机 还拥有一个黑科技 叫做CVVD 连续可变器们 持续时间 当然技术我就不去多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技术频道的解析 好处自然就是优化动力 和优化油耗 而大家更为关注的呢 想必就是国产版 会搭载这样的动力了 首先 是一个1.5T加7速双离合 然后还有2.0T加8AT 未来呢 也会有混动版本的车型 而这个主流的1.5T加7速双离合 这样的一个动力呢 这台1.5T老实说 其实就是基于这台韩版的 新的1.6T发动机而来的 就是相应的缩小了一点点排量 所以它依旧拥有这样一个新的技术 而这一点呢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这台1.5T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呢 也达到了170匹 不过听到7速双离合呢 可能很多网友呢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担心 但这个呢 确实不好说 得等到 国产版 真正出来之后 咱们试过再聊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2.0T加8AT的动力组合 这台2.0T发动机上 最大的功率呢 也达到了240匹 所以 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 那真的是让 这台全新一代的K5 在运动性 或者说联性化这方面呢 做了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也满足了那些 对操控 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 好了 我们还是聊回这台韩版的车型 1.6T它的动力表现呢 老实说还真的不错 然后在8AT的打理下呢 又足够平顺 也够意思 比如说 哎 一脚又下去 降大 是很干脆的 加速呢 也显得非常的有冲劲 而且有一个重点的变化 就是全新一代的K5呢 它整个调校 或者说整个氛围呢 会让你觉得它变得沉稳了很多 因为现款的K5 可以说呢 就是照顾家用 一切呢 都很轻松 然后是一个很乖巧 没有什么脾气的重型车 而这台K5呢 你就会觉得 它有一点点个性 比如说它的油门 就会更加的重一点点 会更沉一点点 而开起来之后 跟你的这种沟通呢 就会更多 同时呢 还有整个转向 也是这样子 即便你开到普通的模式 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轻 当然你开到运动模式的话 整个转向呢 还会更加的重手一点点 而提到这里 将驾驶模式 调节会运动模式 给油 听一下 是不是还有一点 大排量 窒息 甚至V6的那种 声浪 虽然它是音响模拟的 但从这一点呢 也证明了 这台全新一代的K5 真的是想给你更多个性的地方 而最后 有一重点要说的 就是底盘悬架部分 因为这是我觉得跟现款K5呢 有明显区别的一个地方 有明显区别的一个地方 因为一坐上来 你就会发现 这台全新一代的K5 它的底盘悬架 都会变得更硬朗 更扎实的 而为了证明这一点呢 我们这次试驾呢 也特地找来了一台 现款的K5 然后在同厂 对比了一下 所以我发现 真的 这就是它一个明显的进步的地方 或者说 更照顾年轻用户的一个地方 因为整车开起来 底盘响应会更好了 支撑性也会更好了 这是跟刚刚说到的 以前的老K5呢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脾气 而这台全新K5呢 它底盘悬架 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沟通 更多的个性 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比较喜欢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们这台呢 是一个韩版车型 那会不会是因为 韩版车型的原因呢 所以未来国产版车型 它的底盘全架挑较 会不会还是 以舒适性为主 或者说像现在 韩版车型这样 保留一些 更运动 更个性的乐趣呢 我觉得 值得去期待一下 好了 这就是全新的K5 相信今天通过 对韩版车型的体验呢 大家应该对 即将到来的国产版 也有了一个比较 全面的了解 不过现在我站在 新老K5之间呢 还是挺伤感的 因为看到 现版的K5 它就像一个 过气的网红 或者说过气的明星一样 其实它们曾经辉煌过 它们曾经很出名 但是现在的后廊 却是越来越多 市场也越来越残酷 所以没办法 不过好在呢 汽车是一个 可以跟着时代 不断进步的产物 所以有了这台 全新的K5 当然这台全新K5呢 你也可以看到 变化真的是非常多 它的进步 也非常的明显 当然奇亚对它 也寄予了 非常厚的一个期望 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所以呢 这台全新K5 我相信还是会有 不错的表现 而且国产版 东风月达奇亚呢 也给它起了一个 响亮的中文名字 叫做凯库 行吗 未来国产版K5 凯库到来呢 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 更详细的试驾体验 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